大家好,我是队影,今天这种的圈黄连尔封印在一起加厂版的实况 对着你说这场比赛来自于帽仔和愤怒 开场选择两个李草 因为双方这次限定了两个李草作为主力 开战,挑战队压起身 前线中退压一下 你看李草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一波BC连接大蛇剃 看一看这个伤害非常爆炸 最后再接一个圣罗把他顶起来 直接进入到了下一场 就这样把队伍给一套收了 下一场咱们来看帽仔的拉尔夫 拉尔夫这次够不够爆炸的伤害 哎,草体已经开场就点BC 这是2017版玩多了吗 想用轻腿点BC吗 反而被拉尔夫制裁了一套啊 好,实际连周近身 近人操作草体 骗头一把 角落继续开BC压制没有 并没有强开BC 他选了耐落,耐落 对手连续解剥散成草体再来一波BC BC之后快速下落 其实该上天大蛇地烧一下子 感觉愤怒的节奏非常好啊 拉尔夫是强压了过篮 哎,夹着夹我一下 恐龙没有恐到 现在反而被抓了 见识拉尔夫想抓 不料又被草体套路了 这波跳抓被草体已经稳稳的识破了 先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威斯姐姐 哇,开场了 来一波BC 跳天的记忆反身位 并没有逃到 其实无视感 直接相杀掉了 现在看威斯 哎呀 大圣龙被抓 结束了 帽仔能利用威斯成功反杀吗 再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愤怒他的安迪 安迪开场跳一下C地先 C地 轻拳下不两点撞 并没有抓到闪身之后 再来一波BC操作 超皮杀来了 好,两脚踢过去 九连 哎呀 轻脚又接抓 后撤一下 继续跳 安迪是连续被套路 没办法 这就是赌招 威斯还是蛮能赌的 现在来看愤怒的威斯 威斯防住 好,闪到背后 投机被担 想抓也没有抓住 跳C地 跳C压一下 你看角落之后 对手又想套路 那么套路到跳CBC开了 一波BC抄比杀 帽仔抓到首波机会 对到角落来看威斯 继续牵中 哎,一不小心又被抓了 闪身到背后继续 继续想套路一下 特殊技并没有套路到 好,骗抓 但是这点血如果被帽仔摸一下 对,帽仔果断投了一下 先来看下一局 这一局帽仔率先拿下一分 下一局咱们看愤怒哥表示不服他接壁 他要接壁 来看这一次的能随机到什么角色 一眼是限定一个礼草 也就是魔线的草体精啊 复制草体精 接着来看双方 这一次随机出了什么人 开场就是硬刚离草 哦,率先骗头 感觉愤怒哥的骗头每次都特别溜 前线中腿跳下 哎,一波前线中腿开BC 反边七十开第二段伤还没有打到 但是他又重手连串的七十五之感 打车地烧一下 帽仔节奏感仍然非常的好 好,愤怒稳住吗 可以,升楼空了 帽仔那就再确认一套BC 反边旋风腿 一波拢车之后继续压 好,中腿踢 愤怒,前线中腿BC 投 哎,闪神到背后 其实特殊技术开BC 愤怒哥没有掌握好那个节奏 没有接上去 反而被帽仔投到了 接着看下一局的 下一局看愤怒他最后一个 东掌了 东掌,啊,这个第二个东掌了 压力起身 清流点杀 中了天下强力爆防 对手一脚BC开过去 来看帽仔又开始用 很强节奏的操作了 破防音后快速闪神 东掌用旋风打一个牵制 好的,你跳我就旋风踢 直接对空了 这招也是 对空神技 接着来看帽仔的 轰弯 哎,轰弯下半两点直接开BC 哇塞 BC就直接上超杀了 速度很快 能不能稳住 两点三点 又被对空 又是吃这招的亏呀 又是超比杀雷光全无啊 帽仔这一套BC掌握得非常显手啊 现在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愤怒他的克里斯 开场就抢招 转落梯 跳中水打雷下 BC过去打几头 好,上轮取消 大蛇踢 超胜的一套操作 C地板登下来 没有落地之后 还可以再接一个跳一弹 又中了对手一弯雷光全 后玩 也是非常稳 中下对空 已经不行了滑铲 接一发轻角 克里斯不管在哪个版本里面 感觉都是主力 都可以作为主力使用 都非常强 再来看帽仔的 牛力 就因为他的脚比较大嘛 52码的大脚 好,克里斯已经不行了嘛 克里斯 好 投机变缠 下半了点看 中脚也没有踢到 哎呀,C地 克里斯能不能成功逆袭 BC之后快速跳 哦,他直接骗了一发打击头 超杀大蛇体 普通把大蛇体中 彻里斯 再投一个机会 跳中嘴 打到一个伤害 大蛇体 6番了 双方比分 直接来到了一比 我们来看下一场 好,下一场的话 帽仔又要揭闭了 我觉得 好,帽仔来了 咱们来看帽仔 在这次揭闭怎么样啊 能不能给他带来一个 非常好的运气 来看他选出什么人 验尸草体精 周围 首发选手吗 没有首发 这次他首发的大蛇 随机出来一个大蛇 好,跳中给他一个起身 开一发底波线 草体精 你看 浪的没有办法 真的喜欢离草这个劲头啊 因为比普通草体精 爆炸 伤害要爆炸 骑士赶上天 大蛇体 耐弱打密相 也是厉害了 再来一发 好,对手暴气了 暴气直接开隐藏 投 这招投到 只要投就可以破 现在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 都是离草 硬钢吧 那就 轻腿压 逆向压不住 跳出 就压一个起身 跳进的继续开一个BC 快速下落之后 重拳摸一下 中角其实感没有连住 好,跳出 对压一个起身 恩尔罗继续让他倒地 后车过来弄压猪 轻腿 点杀 轻腿逆向 好 哎 下次对空 两点三点投 跳一下 继续投 驾招 愤怒哥 这个驾招 每次用的都是非常溜 哎 下半两点砍 距离太远 他并没有开BC 而是选择了生龙 怼上去 哇 冒在这一次有点闷啊 就这么快的被打到了 最后一个板渲凉了 好 板渲凉防住 防住 草亭又是不断连跳 其实赶上天 给发底波 好 砍到之后 哎 耐弱跳轻腿逆向 你看 还一看出愤怒的距离也非常好 但是冒的节奏更强 更强啊 这一次的话 能不能找到天地霸王拳的节奏 好 半血没了 天地霸王拳要不要开 打云就有 打云对手就有戏 哦 潜血中腿每次都中这一招 跳谁破防 连一下 一波比谁下不了点 开隐藏 直接怼过去 结束了 霸王小后拳结束了 其实差了一点被穿三呢 接着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来看愤怒的气甲舍 哦 跳C 两点三点 霸王小后拳失误了 好像不应该出这个招啊 气甲舍现在发起一波怒怼 跳地 中天手被杠 杠是第一 那他们就还上一招啊 清拳 骗抓 一点血 生龙取消 还在绝望的挣扎 但是被摸上一下就没有了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这段视频 唔 唔 雙取灰 碧